《蜗牛看西游》第215期文 导致他被擒 你说他对孙悟空是恨吧 可为何给猴子打造金箍方 并且在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不收回 其实最让人看不懂的 是放的八卦罗长的桥段 不仅没把孙悟空练成灰 反而送了他一对火眼金睛 可这火眼金睛又有缺陷 经常看走眼 说到底还是一种点病 太上老君究竟是孙悟空的朋友 还是敌人 第二 我们回头来头头思路 孙悟空被二郎神等七兄弟擒住后 用勾刀勾了琵琶 使之不能变化 然后压到斩腰台下 绑在强腰柱上 枪刺剑劈 火烧雷打 始终不能伤其分毫 此时太上老君上前奏道 那猴吃了盘桃 饮了欲酒 又到了仙丹 我那五胡丹 有生有熟 被他都吃在肚里 云用三昧火 断成一块 所以魂作金刚之躯 极不能伤 不若与老道领去 放在八卦炉中 以闻五火锻炼 炼出我的丹来 他身自为灰烬仪 玉帝文艳 提交六丁 六甲将他剪下 赋予老君 这话听起来没毛病 很有道理 似乎太上老君 一心为玉帝分忧 可是 练的过程就有问题了 原来 这八卦炉除了前 砍 亨 阵 旬 离 坤 对八卦宫尉外 还有一个迅宫尉 这迅尉只有风 没有火 所以孙悟空躲在下面 不仅没事 反而练就了火眼金睛 问题来了 作为八卦炉的主人 道教之祖 太上老君不可能不知道迅宫尉烧不死人 可他为何偷偷给孙悟空留下这一声门呢 三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孙悟空是如何偷让老君贤胆的 在援助第五回 孙悟空盘桃宴上偷了酒和美食 一下喝醉了 他摇摇晃晃 本来要回大圣府 去阴差阳锁 来到了三十三重天都帅公太上老君住处 按理说 像这么大的领导 至少门口有两个武警站岗 即使没有站岗的 里面肯定也有几个美女接待 但是 孙悟空闯进去后 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宫中空无一人 弹剑丹造之旁 炉中有火 炉左右安放着五个葫芦 葫芦里都是练就的金丹 金丹是什么玩意儿 天宫高级不平 只有玉帝 王母等高级领导才能享用的 乌鸡国国王本来都已经死瞧瞧了 太上老君只给了一颗金丹 孙悟空就把他救了回来 可见 这金丹是宝贝玩意儿 丹房至少也得中兵把守 大家还记得平顶山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吗 两个就是帮老君烧炉子的童子 可依下凡 都把孙悟空斗得死去活来 因此这单房内任意一个服务人都不是等闲之罪 然而房间里居然没人五个葫芦的金丹就那么赤罐罐的放在炉子上 好像在暗示说你想吃就随便拿吧 孙悟空从来就不是一个惊得起诱惑的猴子 所以当人不让的拿过葫芦来 把金丹当炒豆一样 嘎嘣嘎嘣全吃进肚子里 那么老君哪去了呢 原来居然与然登古佛一起 在三层高阁株灵丹台上讲道 众仙童 仙江 仙官 仙利 都是地左右听讲 不就讲一堂课吗 有必要把全部人都叫上去 连门港和服务人也不留一个 太蹊跷了 此宗上所述 这太上老君完全就是偏袒孙悟空 其实金箍棒的来头更明显 太上老君虽然打造了天庭诸多兵器 比如猪八戒的九十丁棒 但都是有用处的 可这金箍棒他打造来干什么 而且取名叫羚羊棒 打造后也不用 随手就给了大宇 大宇也感觉没啥用 就把他当着试水的探子 吃完水后 随手就扔进了东海 其实 东海龙王也不想要这破烂玩意儿 但苦于搬不动 就当着一个垃圾立在那里 可是 孙悟空一去 这金箍棒就闪闪发光 而且自动变小变短 躺在孙悟空的身边 这不是很明显 太上老君 就是为孙悟空打造的吗 而且还在里面加了自动识别功能 所以 从头到尾 太上老君都是帮助孙悟空的 可能有人会说 既然太上老君一直帮孙悟空 可为何要用金刚圈 把孙悟空打翻在地 让二郎神等人把他抓住呢 这里面有个背景 原来 观音准备出手了 还准备将镜瓶扔下去 观音的镜瓶乃是大杀器 收红孩那张 大家应该记得他的威力 可以装五湖四海的水 连悟空都拿不动 试想 这一镜瓶扔下去 孙悟空还有命吗 太上老君扔的金刚圈 不过是把孙悟空捉住靶子 如果真要收拾他 紧这圈子就能要了他的命 青牛精下计 就用这个圈子 把所有天兵天将的武器吸走了 老君说 如果青牛精把芭蕉扇偷走了 就凭着这个金刚圈 他都没办法 武太上老君为何对孙悟空这样爱护 其实 他和菩提祖师一样 是帮助孙悟空提升功力 目的是加入如来的曲经工程 有人可能会说 老君可是道教的祖师爷爷 为何会让孙悟空加入佛教集团 成为一名和尚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请大家想一下唐僧的曲经工程 即使没有孙悟空 诸八戒等 仅凭观音一人暗中保护 能否到西天 答案是肯定的 随着佛教东晋和地盘日益扩大 道教不可避免产生了危机 怎么办 就需要安插一些人进入佛门 孙悟空 诸八戒 杀僧等 都是最好人选 所以天庭最后找了各种理由 把他们纷纷赶下界 加入了唐僧的曲经队伍 不过 他们本身都是不知道原因的 当他们到西天成佛站稳脚跟后 如果有一天佛教不听话 太上老君将启用这些棋子 孙悟空逃出八卦炉之后 太上老君为了掩人耳目 还故意跌了一跤 然后就借故跑开躲了起来 六太上老君这样做 有人知道吗 哦 他就是如来 他是如何做的呢 先是假借打赌 不守信用把孙悟空压在了武刑山下 后来又让唐僧去把他救出来 让他成唐僧之情 为了防止他中途变心 又给他带上了紧箍圈 中途 通过乌朝禅师蜗牛已经解读过了 他其实就是过去佛人登古佛 传授心经 表面是感化唐僧 其实是感化孙悟空 等到孙悟空到京成功 紧箍咒去除时 心经又是孙悟空产生了心咒 让他再也不想拿起金箍棒 参加任何江湖纷争 所以 在天庭和西天大佬们的争斗中 孙悟空真的只是一枚悲催的棋子 自以为有多大功力 其实跳来跳去 都跳不出下棋者画出的棋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